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色线以及平面。 色线和平面用处非常多,最常用的就是鼠标的失去功能,模型与模型之间的简单的一些碰撞功能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色线的定义。 色线使用一个起点和方向来描述,起点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点P0来表示。 方向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单位向量U来表示。 那么色线P就等于P0加T神U,其中T是色线的长度。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根据色线的定义所绘制出来的色线。 首先,用这一个来表示我们的Y轴,这一个来表示我们的X轴,这是我们的圆点。 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色线的方向U,这一个是我们的点P0。 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色线的方向U,这一个是我们的点P0。 我们可以将向量U进行平移,平移到这个位置。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色线。 P等于P0加上T神U。 我们可以在这里大概就是这个位置。 这个位置。 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P0加上U。 那么这个位置就应该是我们的P0加上2等于U。 那么这个T其实就是用来表示这个色线的长度。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平面。 平面。 平面可以用一个向量N和平面中的一个点来描述。 其中向量N称为平面的法向量,该向量和平面垂直。 我们以后再谈到法向量的时候,我们一定是在说平面的法向量。 并且这个向量和平面进行垂直。 根据向量公式,我们就可以知道N.nP-P0等于0。 其中P是平面上面的任意点。 那么P-P0就可以得到平面上面的一条向量。 又因为向量N和平面垂直。 那么根据向量的公式,我们就知道两个向量点击。 如果它们垂直,那么它们的结果就为0。 我们仍然可以来看一下。 假设这是我们的平面。 然后这是我们平面上面的一个点。 N。 这一个是我们平面的法向量N。 那么这里,就是我们的点P。 我们可以将P和P连连连起来。 这两个向量随值。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设限与平面相交。 现在我们给定了设限的公式P等于P0加上T神U。 然后我们给定了平面相交。 然后我们给定了平面的公式。 N点神P-P1等于0。 那么我们设限与平面的关系。 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公式联合求解得到T等于N点神P1-N点神P0除以N点神U。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,把向量N是不能够被约去的。 因为我们这里用到的是向量的点击。 最后我们就可以通过T的结果来判断设限与平面是否相交。 如果T大于等于0,那么设限就与平面相交。 并且交点等于P0加上T神U。 若T小于0,则设限与平面不相交。 大家在开发当中,如果用到了设限,比如Unity3D里面提供的。 大家一定就会发现,在我们使用设限的时候,API会要求我们提供一个起点,提供一条方向,以及设限的长度。 其实,起点,设限的方向,以及长度,就和我们这里的设限与平面相交结合在一起。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。 在下届课程当中,我们将结合之前学到的向量和矩阵, 来实现一下我们在编程当中采用到的一些功能。